炮声隆隆断臂残垣 俄国持续猛攻乌东巴赫姆特 乌军这手苦车 乌军反击也没停过 在东部盾内刺客袭击俄军 南部的杂波罗热也狂轰俄军弹药库 但俄罗斯则宣称 他们在杂波罗热地区已经推进两座城镇 同样位于南部的赫尔松 尽管乌军已经收复 但炮火未歇 民宅门床被炸毁 屋内玻璃洒满地 居民一辈子住在当地 现在已经想离开 如今要阻止俄军 最需要的还是西方先进武器 德国的鲍二主力坦克 会不会给乌克兰还没有谱 但面对西方各国的施压 连波兰的鲍二想交给乌国 德国态度软化 外长表示不会阻挠 而德国明镜周刊也报道 他们可能会提供19辆旧款的鲍二 A5型战车 相较于德国的模糊态度 法国总统马克宏则直接表态 愿意拿出他们的主力坦克 欧美陆续提供武器 俄罗斯下议员议长如今警告 西方的不断军援 威胁俄国领土 只会造成全球灾难 却也挡不住各国高官来访 英国前首相强升21号 闪电仿击复环不查 再次和乌国总统泽洛斯基相减欢 哈尔科夫组长也在脸书PO照 欢迎美国退役上将凯洛格率谈来访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更计划二月访问基辅 TVBS新闻做不到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